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同样一个问题 关于乐森是否可以被订定古迹的问题 就在前几天 我们高中升大学的学科能力测验 国文科有一题的题目非常非常的精彩 他说如乐森这般急剧保留价值的历史建筑 相关的主管机关 应该要责无旁贷的主动 负起进行古迹审查与指定的相关作业 可是我们看完这题 有许许多多的高中生跟我们都想要问文化部 请问文化部做到他们所谓题目里面 讲到主动这件事吗 我们的愿民 我们许许多多相关关心这个议题的伙伴 十年来都自己在积极主动的争取乐森 要订定古迹这个问题 文化部身为主管机关 却永远都只是被动的在看待这一件事情 我们想要请问文化部 我们想要请问农部长 可不可以跟我们今年的高中生一样 在这一题的选择题上面 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做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至今十年后 我们来看到乐森还是面临岌岌可危的危机 我们认为乐森的许多运设还是面临保存的危机 那今年这题我是答对了 我不知道农部长你答对了没有 我不愿看到台湾在未来是成为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国家 然后我们我相信还有很多考生也是认同文章里面讲的事情的 然后我们这些考生这些高中生们永远会和乐森站在一起 我相信他们是要传的给学生站更多不同的理念 对 让我们学生可能去重视国家文化 国家文化保存 对 2004年的时候夏祖九教授写文章批评政府 实言指定乐森为古迹 那到现在距离现在已经长达十年了 十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连小学生都要进高中 那2009年当时的文件会认定乐森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潜力 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点 那距离现在也已经六年了 六年的时间国中生都快要考大学了 可是我们的乐森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一个古迹的法定地位 而且农部长其实乐森两党院过去在你们文化部的网站上也有揭露说 就指定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些委员他来台湾的时候也有说过 乐森病的这样一个歧视的历史记忆 事实上是全世界共同的一个记忆 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其他的国家都有这次的一个经验 他们建议我们其实乐森两党院是可以做一个跨国筛联来申请世界遗产 所以这是一个带台湾走向全世界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不需要像农部长讲的去依附中国跟中国一起申请 我们可以乐森两党院跟世界各国其他的国家一起合并申请 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农部长立即在国内指定乐森为古迹 然后并且对外把乐森两党院的文化资产跟其他国家跨国升移 过去乐森两党院很多专家都认为他应该是古迹 甚至已经曾经被占定为古迹 就是因为捷运要通车的问题而没有被指定为古迹 但是捷运已经通车到回容了 通车那么久了 我们认为政府机关没有任何借口 不给乐森两党院一个合法的法定地位 我们希望今天记者会结束之后 我们部长尽速的指定乐森为古迹 谢谢 去年乐森游行前我看了那个乐森捷运这部纪录片 然后其实我从那部纪录片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想哭 因为我看到一个 为什么我们大家是这样对待他们 这样过去被指名者 日本撤台之后还是这样对 国民政府还是这样对他们 要猜猿原射什么 对要把他们赶跑 尤其是我现在 尤其是那时候我看这部片子 我看到最后兰阿姨在那边哭 然后说我到底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完全是没办法忍住眼泪 我那时候就看的时候就是崩溃大哭 大概是正一点让我启发起我 让我启发了我想要去 进入这个关心这个议题 对 然后想要为乐森做点什么 对 那我也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毕竟是我们过去 我们对待一个 我们对待汗生病患 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记得是这段历史 被拆之前我是没有看 没有去过 后来开始去 从去年开始可能陆陆续续 有看一些热身的口述室什么 摄影机 对 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被拆之前的照片 对我是通过这样子慢慢去认识热身这个地方 对 那我记起也觉得很遗憾 就是热身被拆之前 我没有去过热身 对 前年的时候农云台 在文建会刚升上文化部的时候 就是农云台他也升上部长的时候 就是他那时候就与夏老师 就是在夏老师的邀请一下 夏祖祖老师 一起来到热身两院 去探勘热身两院走上的情形 到处有军列 然后破损的问题 所以希望就是农云台身上部长可以庆祝来看看 然后可以广化自己拼击 在那个时候就是农云台又来 然后也走了一遍就是热身两院 包括就是在 就是文化部有宣传 宣传热身作为世界移层上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王季星大楼 在照片上非常光鲜亮丽 可是实际上它其实是非常的破旧跟颁布 然后农云台经过的时候也非常的感慨 对然后后来就是农云台也来到了就是我们院民的家里面看到了就是实际上贯穿整个院民家里面的裂缝 然后也有看到就是我们每天每周学生去测量的时候那个逐渐增长的数字被记录在上面 然后他只有说就是看到这样很难过 然后甚至报了院民 然后可是当我们问他说就是那农部长愿不愿意帮我们热身院广化来证明就是指定文集才会好好保护这个地方 然后那时候我还是回应说就是热身就是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来过热身 然后他在我心中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名字 所以就是不需要这个名分他在我心中就是永远 以这个为理由就是拒绝热身院就是有一个正式的发展商的效力去保护他的那个老师的身份这样子 然后可是因为看到真的农云很严重 然后可是那时候农云台是说我怕不那时候没有钱 所以呢就是可是他是说检议局破坏了 因为检议局的工程破坏了热身家里面 所以要求检议局就有发文检议局去修散就是热身家里面数十栋里面的房舍其中三栋 但是其实目前这三栋的修散进程就是也非常的慢 就是基本上只有在就是屋顶上面原本屋的那个房屋掀开之后上面加盖屋顶 就是两年下来就只能结束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